不過這個古拉斯的事件 政界也傳出今天就這麼剛好 NCC也在審查禁電室的 這個董監事的人選 還有他們的上架案 就傳出了這兩個重磅的政壇消息 同時傳出 這是不是要來轉移焦點呢 而另外一方面呢 王鴻威也控訴NCC應該要透明公開審查 陳耀祥在禁電室案 先前被列為賭職的被告 但是呢這次卻沒有回避 而又碰到禁週刊來揭露古拉斯的布倫案 這是不是要轉移焦點呢 因為禁週刊先前就被指出 跟禁電室似乎有重複的人事經營重疊的部分 也是被很多立委詬病必須要改善的部分 所以才掀起了這樣的質疑 那麼如果想了解更多NCC 還有古拉斯的相關的新聞訊息 我們的小編呢 也在我們的留言區貼上了三篇的 我們詳實的追蹤新聞報導 也邀請朋友 也可以點閱進去替您補充更多的新聞細節 再來呢就要持續帶觀眾朋友關注NCC今天 到底是如何讓禁電室的審查案過關的 今天關於禁電室的審查案呢 主要有兩件 第一件呢就是更換動作 以及上架案現在通通都過關了 除了剛剛呢陳耀祥被覺得當中有瑕疵的部分 就是NCC的主委下場投票並且投了贊成票 是否有保持中立客觀跟獨立呢 而根據瞭解今天出席這場會議除了其中一名委員呢 他是因為確診所以是遠距參與的 那麼其他三個實體參與的委員是投下了贊成票 那麼包含這遠距參與的還有另外這一名呢 是投下了棄權票表達自己的態度 所以現在呢禁電室可以說是 董監事變更已經過關了 上架八十六臺也通通變更了 所以呢在野黨的立委 今天他們也認為這樣的作為審查 是不是有符合透明公開獨立的程序 打上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波潮已經煮好就等著母雞下彈 NCC審查進電視執照案 次比零投票正式排版通過 最快七月中就會上架八十六頻道 但由兩名委員意見相左 棄權不表態 如果說假設是外傳的說高層有介入 或者是說你剛才在提的泄密案 那這些都不是公司做的 極力澄清重點之一 就是創臺前董座裴偉 向股東自曝 有總統跟蘇貞昌 在背後撐腰的關鍵錄音檔 NCC則說案情偵辦中 但非關公司營運 只是這回議程安排 也被學者質疑 怎麼把人事案跟上架案綁一起 包括被撤換的前董座 陳建平也發四點聲明 批評靜電視一案就是一件臭不可聞的 政治弊案 不過NCC也強調 董監事變更案的部分 有附加停止條件 也就是八大股東必須保證不賣股 不找人頭在一個月內簽下竊節書 他必須要把拿到所有這些股東 他們竊節以下的內容之後 我們才會通過這一個 我們才會讓這個已經通過的案子 發生效力 而八大股東身分也曝光 創臺前董座 近周刊社長裴偉持股百分之十二點五 立起開發公司負責人朱紹華 黃埔建設董事長 營業達創辦人 翰林玉成都是百分之十五 國劇董座陳泰銘 文貌董座陳敬財各持百分之十 以及賈山林董座 駐文宇百分之七點五 點名中央各部會來擔保 但直播活速通關放行 仍然挑戰民眾對獨立機關的貢獻力 TV別新聞東京專科台北報導 而關於NCC的兩岸 現在已經確定通過了 雖然NCC方面呢 希望他們可以簽下竊節書 是有誕書通過的 但是在野立委根本不買單 揚言要再下個會期 拒審NCC的預算 表達抗議 緊急召開記者會 痛逼NCC強行讓靜電視床關 在野立委發動回擊 要求陳耀祥下台 消費局拒審NCC的預算 對於NCC委員 喪失基本的道德良心 魅於專業 懼怕陳耀祥而陪同護航 我也感到非常失望 揚言會讓NCC好看 因為立委質疑NCC 根本沒叫規矩來 說不是發動突襲 但也有提到NCC委員確診 就被質疑這個問題 今天除了副主委迴避之外 其他六位委員都有開會 七位NCC委員 實體雷參加的只有五位 王維京因為確診 改成線上參與 其中三位投下贊權票 兩位覺得靜電視 董事長鄭優提出的說明 沒有達到通過或不通過的新政 選擇棄權 NCC副主委翁伯中 則因為立意迴避沒有參加 不過七位委員 至少得有四票同意 過半才能通過 主持會議的陳耀祥 因為這件事情被告獨職 不但沒迴避 更沒依照慣例主持人不投票 跳下來投下同意票 讓案子最後以4比0過關 對於這樣的結果 確診投棄權票的王維京 他表示交給NCC回應 但也叹了口氣說自己盡力了 看來靜電視案自家委員都還有不少疑慮 TVB的新聞 李國維 蕭印強 維佳琪 三句小組 台北細鳳報道 好 繼續追蹤今天的NCC 省靜電視案的事件 我們有請到政治一點名 內幕全透明 邀請齊民哥帶我們來看 沈兆的門道啦 新華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好 沈兆這個事情 大家聽起來都覺得說 其實是蠻專業的一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會導致 是在野跟執政黨的這個 還有所有NCC 都會飽受大家批評呢 請民哥就要帶大家來說分明 不過回過頭來呢 其實今天中午還有一條新聞很精彩 就所有在野黨立委 都跑去NCC抗議的 但是他們是怎麼知道 今天要審照呢 昨天晚上有一個神秘的電話 大概八九點左右 幾乎很多的在野黨的 包括議員 包括立法委員 都有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這個電話主要是提醒他們說 要不要去檢查看看 自己的電子郵件形象 是 那當然聽到這樣子的電子郵件 有這樣的一個提醒的時候 很多議員跟委員就跑去看 其實包括國民黨 民眾黨跟時代力量的議員跟委員 都有收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他們去看發現是什麼 結果是NCC的開會的變更議程 他們要重新改審 要審靜電視的董監視的變更案 還有就是上架案 第四台的上架案 然後時間就是在今天 那在野黨的委員就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他們覺得 靜電視其實在整個這一年當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爭議 他們是要求NCC必須要進行調查 他們認為調查都還沒有出來 怎麼突然變更議程 而且這個時間點 是在立法院的休會期間 就是這個監督的力道是比較弱的 而且他們感覺是不是有一點忽視民意的 因為民意機關要求你要進行調查 然後你趁著民意機關在休會的時候 來進行審查 這個在邏輯上面會造成在野黨的委員 很不以為然 覺得不受尊重 對 所以他們就開始進行串聯 包括了國民黨跟時代力量都有所動作 今天第一個出招的就是 陳姬華委員 時代力量 他非常早8點40幾分 很多人都還沒有上班 他已經在NCC前面去表達抗議 表達他們的立場 那國民黨動作更多 因為是最大在野黨 他們兵分三路 包括了黨中央 黨團 甚至他們有提醒侯友宜 也要適度的表達這樣的一個立場 不過侯友宜今天沒有表達 可能他們有一些其他上的一些考量 所以就是在野黨方面 他們用一個比較大的動作 來表達他們對NCC變更議程這樣的不滿 NCC其實今天也是有備而來 整個今天在NCC的開會的現場 是山雨欲來 他們管制了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電梯 因為上次國民黨委員 闖進去就在門口鬧 所以他們這次管制了電梯的出入 另外他們還管制了一個地方 就消防通道 就是連爬樓梯也不給勁 結果國民黨委員還打電話通知消防局 說有人封鎖了消防通道 這違反了消防法規 來檢舉NCC 果然是立法委員 動作很多啦 不過今天整個雖然是這樣子有一些攻防 可是還是照劇本演出 兩個案子都通過 確實喔 今天我們這次組呢 也替大家掌握到今天在野的立委 跑到NCC 希望可以阻止這場審議 可以順利的進行投票 但是很可惜呢 最後卻淪為在NCC的迷航季 就像看到救星 要下防隊幫忙開門 結果跟NCC員工僵持不下 NCC上午在審禁電視案 國民黨立委到場抗議 想闖會議室 你們不要對不起國人 真的對不起對不起 電梯管制改走樓梯也被擋 國民黨立委只好搭到其他樓層 再走下樓 結果還是被鎖在樓梯間 乾脆打119報案 NCC員工和無奈 怎樣都不給進門 藍委這一次也不再那麼衝 一開始在門口提訴求 包括要選立委的還有9位 但實際進入想闖的只剩4位 最後不得其門而入 全部放棄 只為了一己之私或者一個公司的私利 就可以破壞我們的體制 禁電視有關於他內部的財務 他的金流在調查 沒有調查清楚以前不得審議 NCC28號審禁電視負責人 張誠變更以及煥發執照兩岸 不只國民黨 民眾黨跟時代力量也批評NCC 趁立院修會 還有一位反對護航的委員確診時 想強度關山 禁電視的負債超過20億 通過禁電視的變更審查 我們認為民進黨要負最大的責任 一旦審過禁電視將上架86頻道 但過去沒釐清的金流 府院介入等爭議依舊無解 TVBS新聞 洪富華 陳盛文 李皮 SN小組 台北報導 豪敬電視的沈兆案 今天兩大議題上架86臺 以及董事的更換 現在都已經通過了 我們小編想問大家 大家覺得NCC今天的審議案件 究竟有保有機關的獨立性嗎 歡迎大家留言與我們討論 不過接下來還想繼續請教請民 跟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新聞當中 很多在野的立委通通大反彈 除了他們覺得說現在修會期間 你們現在審次看我們民意沒有嗎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去質疑說 今天主持會議的NCC主委陳耀祥 自己也跳下來投票 在野黨對於今天的會議 最主要的批評 他們認為是強度觀山 強度觀山有兩個觀察點 當然有臨時的變更議程 就是趁著這個修會期間 然後做了一些變更議程上的一個安排 另外就是NCC主委陳耀祥的態度 我來講一下今天整個表決的一個經過 今天表決按照NCC他們的職權行使法 他們要通過一個法案或是通過一個決定 必須要所有委員過半同意這個案子才會通過 那這個門檻是多少 是4票 是4票 那今天第一次投票的結果 應該不是說第一次 一開始投票的結果是 3票贊成 2票棄權 所以沒有過半啊 沒有打到4票 所以有一個關鍵的角色 關鍵那一票是誰 就是NCC的主委陳耀祥 對 在野黨非常非常的不以為然 是說陳耀祥他有兩個身份 他覺得他不應該去投這個票 第一個就是會議的主持人 按照慣例不太會表態 他是主持整個會議的進行 不過他還是有投票權 不過大部分都不會去投票 另外陳耀祥還有一個身份 他是個被告 因為這件案子 因為禁電室他被列為被告 是一個獨職罪的被告 身份上有爭議 不懂得避嫌 還去投票 所以陳耀祥的這一票 就造成了這兩個案子都通過了 所以表達了NCC的態度 今天在野黨就質疑 就是要強勢 就是要過關 讓這個兩個案子 在今天就是在接近選舉之前 把這個案子通過 所以其實在野黨也不斷的質疑 是不是在2024之前呢 就是要讓禁電室可以順利的上架 成安若定 那到底是要安誰的心呢 在黨都不斷的拋出這樣的疑問 而今天的這個投票會議當中 7個人參與 但是一開始3票 沒有過半沒有達到4票 所以這主持會議的人跳下來投票 不曉得觀眾朋友 您覺得這樣的作為 您是認同還是有其他的想法嗎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一次的休會期間來排案 所以這次禁電室的闖關 可以說是把所有的議事規則 摸得清清楚楚 讓禁電室順利可以上架了 要排成這個禁電室案合理嗎 謝謝 因為那陳耀祥 在監院有沒有約談過 這個陳耀祥的相關人士 謝謝 聽到關鍵字 陳局的回應只有謝謝兩個字 畢竟NCC主委陳耀祥 因為禁電室執照案 背了個被告身分 但監院還沒有任何調查動靜之下 陳耀祥有突襲 試圖闖關 不只是趁著反對派委員 確診請假 現在更是立法院休會期間 有了天時 地利人和 似乎讓禁電室聖兆案 遭到一線生機 儘管三月的時候 NCC主委陳耀祥 被檢方列為獨職罪被告 立法院也要求必須有調查結果 才能繼續審查 但陳耀祥五月初就率先排審 結果遭到國民黨阻攔 偏偏事隔不到兩個月 又再度排入議程 有了東廠有了西廠還不夠 貪得無厭的民進黨 現在還要把黑手 伸進去媒體裡面 干預新聞自由 甚至他們還向股東誇示 因為我後面的靠山就是陰性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有的是錢 除了外傳 有府院高層施壓 禁電式的紛擾之一 還有股權結構 可能違反了當初列下的 附帶條款規定 曾經有人檢舉 這裡面的原來的5%的股權 有一部分是用人頭的方式去分散 懷疑違反那個廢止條款的同時 我們NCC還要質疑的來說 我們也很希望這個NCC 其實也要掛照 要來擔起這個合理言審的責任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方式 才是一個用各種不同 奇怪的方式的力量去干預 選前敏感時機 NCC急遇傳出了助攻球 恐怕引爆民怨之下 造成十五連連 TVB的新聞 董哥軍專科台北報導 而近天市的審招案 之所以引起社會關注 因為這攸關了 這個獨立機關 關乎到這個大眾傳媒的 是否能夠獨立的經營 那麼遵守新聞倫理 所以大家都很在乎NCC的獨立性 那我們剛剛小編問大家問題 好多人都來回覆我們了 HFS說據審預算 就在野黨據審預算 來這個對NCC表達態度有用嗎 忘了立法院現在誰開的嗎 是因為現在是民進黨是多數嗎 其實現在立法院只能用這種方式 控制預算 來做一個跟行政權相抗衡的 這樣的作用 不過現在因為還是一黨獨大啦 所以可能名義上還是做這樣的選擇 那在野黨還是表達這樣的一個立場 就是用審預算來做相關的杯葛 態度總要出來 確實啦 因為台灣的民主就是立法院是 立法的機構嘛 我們是行使待議的 所以就是要靠民意的匯集去改變這樣的情況了 那麼另外一方面這個威廉說NCC不要欺負TVBS 好老劉說NCC的安全門全部都上鎖上不去 對消防隊還特別去看 因為委員檢舉了這個狀況 確實喔 那另外一方面呢 無人機長說 希望NCC可以針對賣藥的電台 不喜歡賣藥的電台 就是希望他們還是可以掌握監督的力道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HFS說換個角度想 四個委員可以決定一個頻道的存餘費 這個權力看起來好像還是蠻大的 沒錯 因為只有他們七個委員要過半就世襲 這是他們的職權行使法的規定 是 那這個邱邱說 古辣死破壞別人家庭愛 但目前古辣死是否認的啦 但是民眾可能有很多的解讀 可是那個就是另一半的太太 就是有指控說他都知情 然後要求總統跟副總統必須要主持公道 這個我們當然明天總統跟副總統的行程 我們都會持續掌握 好就交給齊明哥還有我們政治組的小夥伴了 好那信志說認為這個有被告的身份 加上會議主持人不適合投票 是在評論剛剛這個陳耀祥 對這個的確是有一點點 讓在野黨就抓住了這件事情在進行攻擊 可是比較好笑的是 是開會的時候他有去投票 可是記者會要面對媒體的時候 他就不出來了 讓矚覓出來 但是我覺得身為一個媒體也是很希望就是主委可以出面來跟社會大眾來說明 為什麼他會願意投下關鍵的第四票 那如果他的理由是有道理的話 我相信能夠說服大眾的話 親自出來說明也是不錯的 對如果理站得住應該講的就可以很大聲 對那今天呢其實禁電室的審查 現在大家就覺得說過去這幾年來禁電室的審照經營 有出現幾項缺失跟爭議 也是先前NCC希望他們可以改善的 但是這一回審照 不是審照 確定可以上架 那麼董事可以更替 那過去的一些缺失都已經解決了嗎 其實他們的爭議風風雨雨啦 今天是 尤其在去年3月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就出現了一個經營權的大地震 一個月裡面換了四個董事長 所以這些動作就讓在野黨就覺得很奇怪 你一個電視台的經營 怎麼董事長一直換 一個月可以換這麼多人 對所以他們這段期間這一整年 後續也發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了這個董監事人士的更迭 然後另外也冒出了人頭代持的問題 就是人頭股份的一些問題 還有就是資金缺口 因為好像傳出他們錢不夠用了 對今天好像說要從20億再增值到30億 多增值10億 很驚人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離開的這些董監事 他們內部舉報好像有一些違規的情況 錄音門事件 對錄音門事件 今天我們當然在記者會上就很關注這些事情 尤其是錄音門事件 然後還有一些資金缺口 還有就是一些人頭代持的問題 那按照NCC的說法是說 他們都調查完成了 而且也去立法院 他們說經過了三次報告 所以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不過我跑立法院這麼久 我依稀沒有這樣子的印象 我可能要回去再查一下 就是到底在哪一天哪一個會議 NCC有做相關的報告 而且這些報告是在野黨所接受的 目前我好像沒有這樣的印象 可是可能是我記憶力不夠 我會去再檢查一下 其實幾名跟我天天播新聞 我其實也有點好像沒update到這一塊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裴偉的錄音門事件 那按照NCC的說法是說 他們的行政調查的權限不是很夠 所以他們不能查這件事情 他們是送地檢署 那地檢署目前還在查 只是有人就質疑為什麼不等這個地檢署 有一個調查的結果出來之後 再進行後續的審查 NCC就說等不了這麼久 總議程總要持續進行下去 所以他們就在今天完成了 這兩個案子的審查通過 是 但是啟民哥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NCC的記者會當說 他其實有提出幾項要求 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NCC說這一次上架通過的案件 是可以取消的 對 他就要求簽所謂的切結 針對這個八大原始股東 他們必須針對自己的資金 到底有沒有代持 有沒有轉讓 違法轉讓的這些情形 必須做一個清楚的交代 要簽切結 然後後續NCC會去進行調查 不過這個動作 其實只是一個行政程序 因為這個案子只是針對董監事的改選 可是上架這件事情就不會回頭了 就是上架這件案子都已經確定了 就是在完成了相關的程序之後 經驗室可以順利的可以在第四台播放 但是就是有這個彈書也是希望過去他們這個動監事 平凡的經營者平凡的更替啊 還有人頭持股的爭議 就是這個彈書其實已經也設了一個監督的意味存在 對那我們謝謝啟明哥的詳細分析 那我們線上朋友非常熱烈的討論 就在看這一次的不管是禁電室 從審照然後最後到上架案的審理 真的是風風雨雨 那想要了解NCC關於禁電室的整個審理的經過 我們的小編有提供了幾則 我們網路新聞的詳實報導 歡迎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細節的話 可以點擊我們留言區的連結 並且多多支持我們TVBS新聞網 帶你所有訊息不露機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